大家好 又是我肥仔傑和文少陳凱文 今天第二節的節目 我們想說一說這群勇武開始玩炸彈 迫政府封關 迫林鄭跪下出動炸彈 到底他算不算是一種恐怖主義或者恐怖襲擊 在影片開始之前再提大家 記得要訂閱政壇新秀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肥仔傑的YouTube Channel 好了 我們正式開始 文少你怎樣看 讓你先說 其實恐怖主義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現行法例是有明確定義的 我先說恐怖主義的定義 因為這是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在香港的法例上是有的 而這個定義的條例 聯合國是認可的 當中包括恐怖主義的行為 這個terrorism 其實是可以定義為 他們有意圖進行或恐嚇 導致有以下結果的 包括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導致針對財產的嚴重損害 危害作出該行動以外的人的生命 即是他們那群黑暴以外的人 即是我們普通市民 然後還有對公眾人士或部份公眾人士的 健康或安全造成嚴重的危險 嚴重干預電子系統 還有嚴重干預或干擾重要的服務 設施系統等等 無論是私人也好 公眾也好 這個定義 我們看回放炸彈 或者我們過往以來的黑暴 其實我自己也提過有幾次 其實在去年我已經覺得有些恐怖主義的成份 因為他們當中 就是為了 其實我再講詳盡一點 條例裡面也有提過 如果這個行動作出 或恐嚇作出的意圖是迫使特區政府 或者國際組織 或者是威嚇公眾人士 或者是報奉公眾人士 還有另一個就是推廣他們的政治宗教思想上的主張而進行 其實也是包含起恐怖主義的條例和定義裡面 而在去年開始我們已經看到 他們很大部份的黑暴 他們已經開始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主張 針對著一些藍營 或者是跟他們政見不同的人 作出一系列的人身攻擊 是真實的攻擊 人身傷害的攻擊 以及對公眾 造成嚴重的破壞 包括電汽油彈 包括放炸彈等等 甚至現在他還說為了逼政府去封關 他直接去深圳灣口放炸彈 在羅湖放炸彈 今天又再放炸彈 文少爺你又怎樣看 最主要的就是他恐怖襲擊的定義 你看到他主要針對一些我們叫做非戰鬥人員 一些non-combat civilians 他們針對一些不關政權 直接有政權有關的事 進行一些暴力襲擊 或者是去損壞一些物件 他可以稱之為terrorist act 即是暴力主義行為 恐怖主義行為 但是你再看清楚 他條文有說的類似exclusion exclusion就是 如果純粹說 如果他在一個wired 例如說他在一個公眾聚集 或者在一個暴動的期間 去做一些暴力行為 他最多都是被卡食牌 回去為wired 例如說他在 之前很多次衝衝子的暴力行為 他由於那時是暴動的 所以我們仍然定義它為wired 但如果今次你看到他們做的行為 雖然你覺得很少疑問 所謂的炸彈只不過是炸炸廁所 不是很大規模的傷亡 你覺得這件事很少 但其實如果在性質上來說 他很明顯就是terrorist act 因為第一他那時又不是爆發暴動 又不是一些公眾聚集 又不是一些工業行動 他是純粹為了令到他所謂的政治目的 他這次說的政治目的就是迫使政府 他所謂進行所謂的封關 而他進行的一些行為 所謂的就是一些公共財產的損壞 所以他已經是構成terrorist的 而他們本身進行terrorist act的人 本身就是terrorist 根據我們現行法例的定義 他們很明顯是恐怖主義 還有根據肥仔傑得到一些非官方證實的消息 因為消息來源其實是來自警方 但這是非公開的消息 其實在羅湖站放炸彈之前 其實林鄭是收到恐嚇信的 就是說如果她在三日時限內不封關的話 他們會炸了高鐵 當然我相信警方也在高鐵站附近 或者高鐵圓線 因為其實只有一段仔在錦田對出 是會露天的 而那段路我相信警方已經派在那裏做監視 所以結果他們聲東擊西 跑去羅湖站放炸彈 結果的確出現了有炸彈的不停不停出現 甚至至今日都有 而學案文少說不是在一個暴動 或者公眾集會上出現的話 其實這就是符合了恐怖主義中說 他們為了推廣自己的政治主張 迫使特區政府去做這些意圖 以及他們會造成財物損害和嚴重的暴力 或者是危害公眾安全的 所以我都很認同 其實他們這次現在玩放炸彈 甚至說要醫院放炸彈 這些其實是屬於恐怖主義的行為 是的 他們已經完全變了質 例如他們之前沖沖子 在那裏不斷說暴力抗爭 其實暴力抗爭應該是針對一些 我們叫做戰鬥人員 或者至少他們是武裝的 是武裝的 最多是警員 雖然你不要說 我們先撇開了他們的行為 是對還是不對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暴力抗爭的定義 例如說他純粹是搞wired的話 他們其實就應該是針對一些 起碼是紀律部隊 而作出的才可以說他是一個暴力抗爭 但是他現在做的行為 很明顯已經不是純粹針對一些紀律部隊 你看到他是 你走去炸廁所 雖然外表上他現在 你不知道他究竟 今次就說炸廁所 小規模 但是很難去保證他們將來 認為又要行動升級 去將炸彈 或者他們現在的炸彈沒有 找到的炸彈就這麼小規模 但是如果將來有辦法去 走私一些其他的炸藥進來 他可能是會做一些更加大傷亡的行為 其實警方EOD炸彈處理科 其實他們已經一早都說出來了 這些土製的炸彈 其實和國際恐怖分子常用的TATP炸藥 或者他們的構造是非常相似的 而其實當時在香港發生的暴亂期間 也有新聞也報了出來 就是在外國的一些激進被譽為恐怖組織的成員 其實他們有來到香港 參與香港這個暴亂的示威活動 亦都不排除 就是他們促使了現在這一群幕後 這一群黑暴恐怖分子 他們出來就開始扔炸彈 或者怎樣 因為你其實沒有人會想過 我去醫院 我去看醫生 或者我在一個地方 我去廁所 我在等車 然後後面的炸彈就炸中自己 你絕對是不會想到這些在香港發生 但是反而我們現在香港就真真正正發生這些事件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 因為之前你剛才說的就是他們經常跟烏克蘭人一起串聯 但是其實烏克蘭串聯的人 其實他們是右翼法西斯的組織 而當中他們在當時在烏克蘭 他們經常美化烏克蘭那場所謂的運動 但是其實他們當時有的而且進行過一些恐怖活動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們的抗爭手法 可能就是他們認為現在的 即是他們知道他們自己也沒有辦法 跟警察這些 well equipped的的紀律部隊去進行正面對抗 但是他們又想繼續去 進行他們的政治 即是他們想希望繼續逼使政府去進行一些讓步的話 我相信他們現在的行為已經是 開始向恐怖主義轉化 大家不要看小 就是他現在這個恐怖活動 或者他這些黑暴他繼續演變下去的一個影響 大家可以看回好像烏克蘭 烏克蘭其實如果你們真的有上網找到資料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烏克蘭的革命的背後 其實帶了不少的恐怖主義 而結果導致了就是今天的烏克蘭其實 其實他們的貨幣貶值 嚴重貶值 然後他們人民的生活質素其實很差 而且有不少的烏克蘭的年青人 他們也說他們在經歷了那一場所謂革命 所謂的Revolution之後 其實他們是不再願意讀完書之後 留在烏克蘭工作 因為他們認為已經沒有出路 而我們香港也不想出現這些情況 所以在這裡真的要求一求 這一群黃絲不要再去支持他們 要跟恐怖主義、要跟暴力割席 這樣才有一個美好的香港 否則接下來政府一有什麼不滿意就開始放炸彈 這樣你自己住在香港也不開心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他們這樣搞下去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泛民 我稱之為泛民 既然你們以前過去一直都主張和理非 我覺得至少就算你們說支持所謂的勇武抗爭 但是現在那個勇武已經不是勇武 他們現在純粹是一種恐怖襲擊的時候 我覺得at least 你去對於他們某一些行為 至少例如他們進行到玩炸彈這些 你是應該去作出譴責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政治立場凌駕於一切 就是既然他們對方是 因為大家都反政府 大家都反大陸 所以對方做什麼你都去無底線地支持對方 你這樣是等於將整個香港推向深遠 沒錯 其實說起這一類型的事情 其實現在香港也發生的是醫護罷工 而醫護罷工也是強迫政府封關 但是因為這個題目比較大 我們今集未必會去討論這個題目 我們下集才去討論這個題目 我們今集說的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片的時候 可以給個like這條片 以及要在下面留言一起談一談 到底你們怎麼看現在這一班所謂的勇武 他們已經演變成國際的恐怖分子 或者是他們已經將這個恐怖主義帶入香港 去企圖令我們香港永不翻身 還有記得要分享這條片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勇武派背後他們的陰謀 還有還有還有就是 臨走之前記得在右下角按訂閱 訂閱政壇新秀 開啟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政壇新秀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